我在F2T3底下 我左手指摆着很大桥 现在这个地儿巴斯托尼 我在奥马哈探 1944年6月6日 近300万盟军士兵从英国恒杜英吉利海峡 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作战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 之后每年6月6日 在诺曼底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今年恰逢70周年纪念 更是规模空前 今年是2014年 70年 2004年我来过60周年诺曼底登陆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 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仪式 从巴黎驱车三小时 我们抵达了第二个目的地 卡昂 诺曼底登陆战中 卡昂首当其冲 75%的建筑被摧毁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这个城市已经成为一片灰烬 如今已经重新恢复生机的这座城市 能深刻感受到 举办诺曼底登陆纪念庆典 所带来的浓重气氛 现在是6月5号下午下午 差十分三点诺曼底时间 刚才我碰见那个老头呢 叫皮特戴维斯 是英格兰人 整整七十年前的这个时候 他是作为英军在这登陆的 按照那个我查的地图 当时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盟军在五个滩登陆 分别是像猪诺滩奥马哈滩 犹他滩 有五个滩 其中那个最中间的滩叫金滩 就黄金的金 也有翻译叫戈尔德潭 戈尔德潭就是英军 当时这个老头和他的部队 到了这之后 无法登陆 他是个坦克兵 然后掩护的舰队 就用16寸 16英寸的那个 箭炮 开始轰击路上的德国阵地 轰击三十分钟之后 压制了对方的火力 老头所在的部队开始登陆 他是坦克兵 他们用的当时是美国制造的坦克 叫谢尔曼式 也就是电影巴顿将军里边 开始那堆都是烂铁说不行 以后巴顿来的 新坦克的那种坦克 皮特戴维斯当年登陆的时候 21岁 今年他91岁 老头走在诺曼尼的街上 然后所有人都说 谢谢你阁下 谢谢你阁下 法国人都过来向他敬礼 表示尊敬 老头活得特高兴 所以这也是身心的愉快 可能是他长寿的最根本的原因 匆匆记录了卡昂街头的纪念气氛 我们就不得不投入精力 执行重要任务 领取6月6日庆典当日的记者证和通行证 要参加庆典 必须要有组委会颁发的记者证和通行证 对这点我们非常理解和支持 全球反恐形势如此严峻 这次庆典又是世界级大外云集 不严点哪行 我们中国搞活动比你们可严多了 之前因为已经在网上办过了相关手势 我们一行人就根据网上的提示 来到了卡昂 这家名为艾比斯的酒店领取证件 然而一位很简单的事情 想不到却是历经曲折 这位老兄是意大利来的 也是到这找这个记者证找不着 多有一个人在电子邮件上不停地跟我们通话 告诉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 但是现在刚才法国外交部的那个女的说 根本没有那么个人 他问我们是我们怎么得到这么一个 严格的一个时间表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可是这个人在一个月以前 就开始不停地跟我们电子邮件互动 不仅跟我 像跟老张啊 那个大象啊 我们团体的六个人 他都跟我们去过信 告诉我们一步一步 在今天必须来到这儿 但是来到这儿之后 伊大利亚呢 还有一个伊比斯啊 现在还有个伊比斯 另外一个伊比斯 可是那伊比斯写的是这个地址 我们这才知道 原来这座城市里还有另外一家伊比斯 小了点 再下来吧 再下来吧 再下来 再下来 呃 外交部王们那个指使到了 呃 卡昂的伊比斯酒店 这个是我们小红花的伊比斯 我正 说话的时候 我正面对的就是一警车的法国警察 可能这是 因为有这么多严密的警卫吧 大概是 这个是个红的 呃 就是星级沟 但是好像也不是这地儿 通过导游的沟通 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样小的一座城市 居然还存在着第三家伊比斯 这家才是真正的巴正地点 而之前活动主办方提供的地址 居然完全是错误的 诺曼底登陆前 盟军常攻利用欺骗战术 让德军相信 真正的登陆是在加莱 主办方如此声东击西 想用这种方式 让我们体验下当年德军的感受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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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们一道 踏上了前往纪念活动现场的大巴 上午 参与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主要国家 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我们参加的是 位于奥马哈海滩的法美联合纪念仪式 十年前我拍过一张那个女王啊 古京啊 小布什啊 世界所有的领导人 那次没有中国人 中国领导参加 今天也没有 刚才我一路上只发现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东西 就是那种万民伞 刚才看了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手里边 一会儿可能会进入会场 我坐的位置是 大概是最尖端的一个记者席了 呃在我前二十米到三十米 一会儿那个奥马马应该在这讲话 啊 然后我周围的都是世界上顶级那个新闻媒体 啊 今天优户能钻进来不容易 啊 然后那个 我边上是优控的小招 我们的团队集体的走到了 离世界舞台核心最近的距离上 嗯 呃 一会儿到十点钟的时候 当地时间 那个就要开始 啊 由于那个中国古话叫人过七十古来西 七十一般是生病的 呃 以前认为是极限了 如果当年的老兵打仗的时候二十岁 今年也九十岁了 呃 估计纪念八十年的时候就没有老兵能回来了 今天坐在台上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击 受到了整个人类的尊敬 如果没有他们解放多半底解放欧洲 至今欧洲可能还在那个 纳粹德国的铁蹄压迫之下 所以当地老百姓都很高兴 乐曲荒快 他们把美国兵当成解放军解放者 参与活动的老兵 观众 媒体记者早早进入了会场 等待着美法两国首脑的道场之后 活动正式开始 早上四五点钟折腾到现在 我们都累了 更不用说老兵 老兵呢 怎么也得九十岁 在我后边主下那些老兵 你看一个个都睡着了 刚才在那个我右侧的草坪上 降落了两架直升飞机 其中有一架上面有奥巴马 一会儿是要从这儿走向我们的镜头 9点30分 法国总统奥朗德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并肩走入活动现场 纪念活动正式开始 在集体悼念过诺曼底登陆行动中 阵亡的士兵之后 奥巴马与奥朗德分别讲话 在集体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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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间 在集体悼念 在集体悼念 而在集体悼念 在集体悼念 在集体悼念 和射程中 奥马哈 这里有一座面积巨大的美军公墓 里面埋藏着近一万名美军士兵 拯救大兵瑞恩开头的场景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站在这个地方 苍松脆柏 脚底下是柔软的绿草 我面对的是大西洋 诺曼底登陆最激烈的奥马哈滩 就在那个方向 在我的左手这一片 这么好风水 都是埋的美国兵 看来那个美国西方人 跟中国的风水 苍松脆柏 对英雄的崇敬是一样的 这是人类的共性 在我背后 基本上都是十字架 可以说98%99%都是十字架 偶尔在其中也能看 比如像这一排 第五和第七是六角星 六角星是犹太教徒 是大卫星 大卫星是犹太 比所罗门还老的 金戴威发明的六角星的形象 是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象征 这西方对于那个牺牲的战士 跟苏联不一样 苏联二十四大战 斯大林格勒 牺牲的基本上是 几百个尸体 放成一个大坑 凡是军人 一块石碑 上面画一个五角星 但西方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 树米建方的那么一块墓地 然后在他的墓地的上边 树立着他的信仰 一个墓碑 像我这个墓碑 就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 他的名字叫赫伯特·威·伊斯曼 他是第120营的士兵 是第三十 步兵第三十师 堪萨斯人 1944年7月11日 在这牺牲 在人类历史上 有无数次战争 按照各自不同的种群的解释 每场战争都是正义的 失败的一方都把战争说成了不正义的 但诺曼底登陆跟其他战争不同 基本上全世界的人 敢于站出来公开宣布自己观点的 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成一场消灭法西斯的战争 尽管意大利才是法西斯 德国是国家社会主义 但是把二次大战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这个概念 深入人心 让大家都有基本共识的 这是一致的 为那些解放全人类 消灭法西斯而牺牲的人 我也居一共 下午我们来到了建坛 参加了声势浩大的 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主会场 人们用雄壮的古乐队 寓意深刻的集体舞表演 壮观的特技飞行表演 来纪念当年那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惨烈战役 现场美俄总统 英国女王等十九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参与活动 并先后登台讲话 纪念仪式上安保工作果然很严格 我们被远远地隔在了离主席台很远的地方 不过这难不倒战地记者出身的唐老鸭 他像一位英勇的特战队员 只身潜入主席台附近 拍摄到了一组珍贵照片 而这一切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 现在那个诺曼底开始下雨 可能是为那些死去的太多的英灵哭泣吧 诺曼底一成昨天 我只想说在这雨中诺曼底第一天 就地日加一天的感想两个 第一 就是昨天我还是在去年的那个角度 我潜入 十年前我潜入的时候 不知道是那时候黄种人的中国人少还是怎么样 没人阻止我 因为上次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时候 我是离这个世界各国巨头最近的一个人 我有照片为止我拍的 但是今年我在潜入的时候最后就被人抓出来了 抓出来我检查我自己的原因是我不该穿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橘黄太显眼 人家一眼就看出这个黄脸的人 因为在头牌里边没有任何中国记者和黄脸的人 所以我昨天就被几个警察架出来 架出来的时候我拿出我的牌 我说你看这是上午美国白宫发的 哎 法国警察果然怕白宫 就没管我 但是过一会儿他们又找来白宫的人核实 说这上午的证已经废了 于是我就被抓出来了 在临抓出来的时候我用我的相机就快速的拍了几张 这跟我当年拍的位置一样 有一点我深有感触 就是普京 十年前普京很活跃 热血沸腾的 就是胳膊炸刺 但昨天很稳重 或者说情绪很低 再有一个十年前普京的位置很重要 很靠中心 昨天普京的位置很靠左 左到什么程度 紧挨着战败国的德国的那个女总理去了 这是我从照片上看出的感觉 昨天我还有一个那个摄影的感触 就是女王 十年前我也拍过女王 女王是唯一可以开车进入会场 在走最后这几十米的人 可能因为女王年龄大了吧 但是我觉得不仅是年龄大 十年前她穿的好像是紫色的衣服 昨天穿的是绿色的 都是很靓丽的 那个可见在这些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中 她是高调出现 虽然很老了 女王之所以这么牛 就是能够在当时全世界对于二次大战 都前途迷茫的时候 不老走 像何方的时候 英国这个民族能够顽强的 坚持他们的自由价值观 上个月我去美国空军区院那个参观 他就讲美国空军区院 美国空军院是1954年才建立的 美国空军1947年才建立的 但是美国空军绝对是世界上的头盘 昨天那个和那个谁 设计昨天就说 奥巴马讲话刚已结束 两架F15突然间 三架 三架F15 突然间就从头顶掠过 那叫声报吧 就是那个超音速战斗机突破声仗的 好呱这一声 在你之前三架F15不知道在哪 F15不是小飞机啊 不是直升机啊 没法在空中悬停 是吧 至少每秒钟2.3马赫的在空中飞行 当然也可以减速 不超音速啊 不弄两两倍半的音速 但是他在哪呢 谁都不知道 美国无声无息突然炸响 可能也是像列国显示 美国呃在呃 这种军事科技领域里边的那个努力吧 但是和美国同样说英语的英国人不是 而是保持女王那种庄重奢华的贵族的气息 现在呢 那个刚才我上网就看 说现在我们全是流氓 没有贵族 因为我们要消灭贵族 打倒贵族 是吧 那个那时候我们都叫什么 消灭精神贵族 物质贵族消灭之后 还要消灭精神贵族 贵族就是有准则的人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国户 现在世界上没人说他不好 是吧 毛主席都崇拜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这辈子 娶了一寡妇 带着俩脱油瓶的女儿 自己连一个男性继承人都没有 他完全可以 把他建立的这自由人的土地 永安之的家 变成一个王国 他变成皇帝 变成秦始皇 变成乾隆 他跟乾隆同一时代呢 他没有 他说我这总统我坚决不当 让给了他的第二任 他临终的时候 他问他的秘书 说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绅士 我是英国移民来的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绅士 秘书说 爷 这事儿 让奴才回去查查大百科 是英国那时候才有大百科宣书呢 让奴才回去查查大百科 明天再回爷 回去就查了一番地上来 说爷我知道了 绅士就是不给人添麻烦的人 英国就是产生这种绅士的国家 女王丘吉尔都市 女王丘吉尔都市 我是第三集团军 司令官 陆军上将乔治小史密斯巴顿 在我的右边 那个博物馆水泥建筑 写着大君主博物馆 欧瓦落的在法语的意思里边 就是国王大君主的意思 君主不是皇帝 君主就是国王 国王的胜利不是靠选出来的 都是靠打出来的 在我左后边这辆坦克是M10 被称作坦克杀手 可以看他的炮管前身 比其当时其他炮管更长 口径也更大 他跟我说这是真的 保养的很好 子弹 那哥们两颗虎牙特写 你看那个 我现在我这个 这是一个卫生兵 但他这有一个这个标志 叫ranger ranger ranger是美国的那个森林警察 在那个笔章就是这个 堪雄的那个救火的 救人的冰山抢险的 ranger 那个拯救大兵雷恩 那个雷恩一出场的时候 给过两个特写 就显示了这个ranger 这是一个美军正在跟一个 不正在炮另外一个美军 在革命先辈的纪念碑前 幸亏被我这个献兵 及时制止 然后他一个小御手 拿着烟抄我敬礼 我想要他手里那花 还想要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